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财小用啊 你们误化了两样东西 就是把两样东西看成了工具 第一个叫做知识 知识竟然不是工具 我接受不了啊 我的内心是抗拒的 知识真的不是工具 它不是用来我们挖金矿的锄头 一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 他的本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 他未必要来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 明白吗 当你误化了知识之后 你会倒退到学成文武欲 或与帝王家的封建时代 什么专业赚钱 你就会去学什么专业 什么专业能够把你学到的大学 四年的学费最快赚回来 你就去学什么专业 最后就会完全扭曲掉我们读书本质的目的 和我们为人的兴趣 这就是误化知识的坏处 第一点 第二点你们误化了什么 误化了女性 什么意思 就是女人你既然选择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 而这份工作又不需要你有高学历的时候 拜托 你作为一只安分守己的鸡 就不要想到外面的世界 看看来 使给老子在家下蛋 明白了吗 你认为的是什么 是任何做全职太太人都不配求知 给你误化了全职太太这份职业 两点反驳 我真正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话题 但实际上 讲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行业贵贱 坦白讲 就算我们怎么样呼唤行业平等 在我们的潜意识认知里面 行业就是分贵贱的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 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做到行业无贵贱 这个方式就叫做贵人操贱业 从而使贱业不贱 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什么意思 在遥远的中世纪 我说的不是贱业了 我说的简直就是邪恶的事业 什么是邪恶的事业 我跟你讲啊 炼金是邪恶的事业 为什么说炼金是邪恶 只有巫师才干 如果不懂巫师的话 看一下蓝精灵里面的格格物 懂了吧 好 那个时候有一个真正意义的贵人 叫罗吉尔培根 他是那个时代的贵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修道士 组织培养他呀 教会栽培他呀 稀缺的社会资源都给了他呀 而这个不务正业的修道士 他可干了啥呀 他去玩炼金术了呀 这不仅是抄建议 还是抄邪业 邪恶的邪 结果他玩炼金术 玩成了什么 现代化学的开山块 明白了吗 没有贵人操建议 炼金术这个建议 根本不会形成现在的贵业 也就是化学 后来就有一个更怪的培根 这个你们比较熟了 这个叫弗朗西斯培根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个真正意义的贵族啊 首席长喜大臣 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啊 那真是狂拽炫酷 哪哪都炸天 比我们周邦飞族有范多了 好 这个贵族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蹲在雪地里 观察一只鸡的死亡过程 为什么 因为他自幼热爱科学 他认为实验这件事 他要看到一只鸡 整个腐烂的过程 才能研究细体 才能研究生物 而就是由于这样一个贵族 操立一个当时奴隶都不爱干的建业 带动了整个近代史上的科学发展 在他之后 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开始有贵族 开始干工匠的活 于是欧洲最先出现了科学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命题 在现代的家庭分工中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职业 请注意不是身份 就叫做太太 而高知女性投身到这个职业里面去 有没有可能带动家政学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带动夫妻关系学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带动伦理学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带动男女情感学的发展 贵人操建业 高知做太太 从来不浪费 奇怪的一个角度 从山这边杀过来的很奇怪 两个培根看死一只鸡的故事 很有意思 现在真是百感交集 两个物化 两个培根 最后是一个太太大师的未来行业的前景之路 对吧 从最后一个开始 太太大师这个职业 家政学的发展 夫妻关系学的发展 家庭理财学的发展 中国自古有之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 皇后就是干这个事的 那就是全职太太 中国有了几千年 怎么现在没了呢 怎么就没了呢 因为女人读书了呀 同志们 中国古生女人不读书 当全职太太讨好男人 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未来 现在女人有了高学历 还回去当全职太太 我刚才听了 威威姐讲了那么多 她从化学说到修道士 从两个培根讲起 她通篇第一 没有说今天的高学历 第二没有提浪费 威威姐讲得好 全离题了 威威姐说的那个观点 叫推荐 你看 推荐今天的女性 试试全职太太 因为这里没准开序一个新行业 我们今天从来不是谈 要不要让一个女生 去当全职太太 因为这就是我们 谁说了都不算 有的女性 她希望创造事业 有的女性幸福就在家庭 你自己选 我们绝不加任何道德加索 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是个事实判断 我们实在一点 就是这件事情 到底浪没浪费 浪不浪费的标准非常简单 第一有了用不用 你有一个东西 你不用 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浪费 就这么简单 而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 投入了有没有回报 如果我投入了很多 没回报 这个就叫浪费 作为一个在高校工作的老师 我查了一小组数据 这能够刷新大家 对高学历 所有的高学历者 也许不仅仅是高学历履兴的一点认识 就是我们那个博士学位 很多时候 看起来像是自己学来的 硕士学位像自己学来的 我们就总是忘了 背后有谁投入了多少 今天在中国 博士生 说实话 只要你是认认真真 真真事事考进去 不是破格录取 一般是不用交学费的 因为博士有助学金 一个月两千块 有的学校一千八 有的学校一千五 每年的助学金加起来 是超过你的学费 所以你交的学费 就返回来了 博士是基本上不要钱的 博士读下来是不要钱的 你不是以为真不要钱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 那么集中 大师就那么几个 那些专业背后 有多少的投入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 有一个实验室 买了一个振动台 叫多功能振动台 多功能振动台的价格 人民币 1.5亿元人民币 国家投的 而在上面 天天使用的那些博士们 没花钱 因为学费都缓回去了 还讲学金 一个风动设备 改造了一下 1800万人民币 加州理工学院 空气推进实验室 每年的研究经费 13亿美元 中科院高等物理研究所 已经有一个计划 建一个高能的粒子对撞机 直径52公里 30亿美元的头 这么多全世界 最顶级的设备 是谁在用 就这些导师们的 硕士和博士在用 他们每天在上面研究着 那些水力水电的 那些高能物理的 那些量子力学的 好 研究完了 国家投了那么多钱 我们初中还是希望 你报效一下国家 但是这是个自由的时代 你毕业完了 你要非要回去想带孩子 那你就去嘛 导师也不能强留你 我只请你认一句 这真的是 有一点浪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国家砸了那么多钱在上面 你去就去 你去的时候还说 我去了啊 我没浪费 导师我告诉你 我没浪费 这还是理科 工科 你考虑过人文社科 没有 那些国学大师 北大 人大 只有几个 每年就两到三个博士生名额 把那些博士全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辛辛苦 带出来了博士毕业了 等着你注书立作 你就算了 回去奶孩子了 然后跟大师说 大师 我走了 我当全职太太了 我没浪费啊 你抽他呢 你考虑过大师的感受吗 大师一口老血 吐在那儿了 我还有几年呢 我就带出了这么几个博士 你带孩子就带孩子 我也不拦 你非要说没浪费 有点说不过去